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讲的是什么东西呢 是一个F distribution 那我们要利用F distribution来做怎么样的一个taste 也就是说它有什么用处呢 学了在F distribution要来做什么样的测试呢 它要测试的呢 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两个族群的variance 是不是相同 两个族群的变异的程度 是不是相同 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谈过的是什么 一个族群的变异 某一个族群它的variance 是不是等于某一个数值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要猜 某一个族群它的variance 是不是等于100 类似这样子的test 那只针对一个族群再做 那这个礼拜呢 当然要精进一下 也就是说从一个族群要扩张变成两个族群 所以我们通常会问 那两个族群的这个variance 是不是相同呢 要问这样的东西 那族群的variance很重要 你常常会说 哦 variance不要太大 那两个族群它的variance 是不是一样 或者是呢 你的HA 是什么东西呢 在这个test里面 你HA可以是什么 那两个族群的variance 是不同 或者是呢 是第一个族群的比第二个族群的variance 小 或者是呢 第一个族群的比第二个族群的variance 大 它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组合的HA 所以呢 就可以针对这两个族群的variance 呢 来做探讨 所以这是今天最主要要讲 F distribution 的用处 是做这个用处 那等一下的例子呢 也会用这个目的来做例子给大家看 但是呢 你会发现 F distribution 是从此以后 你看到的最频繁的一个test 最频繁的一个test 在几个礼拜以后 我们会讲什么 几个族群的平均值 是不是相同的时候 用什么test 用F test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更奥妙 更奇妙 对不对 为什么 嘿 F test明明是在做variance 是不是相同 为什么连平均值是不是相同 也弄到F test来呢 对不对 为什么可以用来做variance 是不是相同的test 然后也可以用来做平均值 是不是相同的test呢 很奇怪吧 对不对 好像非常的powerful的样子 那个 可以做这个 也可以做平均值 那不是好厉害吗 那请你把这个好奇心留着 我们接下来后面会谈到这个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讲的就这个而已 两个族群的variance 是不是相同 然后用F distribution 来做test 好 所以呢 要做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先讲解一下 什么叫做F distribution 那我用两个方式 我先用说明的 画图的给你看 然后再把它写下来 好 那既然是两个族群的variance 是不是相同 这边一定有两个族群在这里 对不对 这两个族群 他的观测值呢 比如说从Y1一直到YN1 这个角度是第一个族群 所以我们就有N1的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子 normal distribution 平均值是min1 variance是sigma1平方 这样可以吗 这是第一个族群 我们叫做population1 那当然还有第二个族群 叫population2 第二个族群在这里 那么它的观测值也是Y1 一直到Y 它的个数有N2个 这是第二个族群 它也是normal distribution 平均值呢 叫做mu2 variance 叫sigma2平方 OK 有两个族群在这里 那我们针对第一个族群 取sample size 叫做N1的 好 取一个sample size 叫N1的样本 所以我这边的 这一个样本的个数 有N1个 所以我就Y1 这叫多少 YN1 可以吗 每一个样本 我是不是可以算一个Y bar 可以算一个s平方 可以吧 所以我可以算一个s平方 那这个s平方怎么算 s平方 是不是 样本的每一个数值 就是 减掉谁 样本的平均值 平方 起来 把它合起来 i等于1 到N1 就是这样子 然后 除以呢 N1-1 那就是它的s平方 就是我们以前学的 每一个样本都可以算一个s平方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吧 好 这只是辅助 你知道而已 那么 归回取样 不断的重复取 sample size 还是N1的 这个sample size 是固定的 都是叫做N1 OK 然后呢 第二个样本出来 Y1 到YN1 那当然 这个Y1 跟这个Y1 可能是不一样的 就是第一个数值 一直到N1的数值 这样的表示而已 那对第二个样本 是不是也可以计算一个s平方 是不是这样子 每一个样本都可以计算一个s平方 那我们不断的重复的 归回取样出来 每一个样本都是N1 那么 每一个样本呢 我们都可以算出一个s平方来 是不是这样子 好 这每一个s平方 因为它从第一个族群来 所以我们在这边 给它加上一个1 表示说 这是第一个族群来的 这个样本 每一个的s平方 都叫s1平方 那当然 这些s1平方的数值 每一个是不一样的 好 所以我有 在第一个族群 取sample size N1的 我有把所有可能的样本全部取出来 每一个样本我可以计算它的s平方 这个叫s1平方 所以就出来有一个s1平方的这个族群出来 没有问题吧 好 同样的很类似的 我对第二个族群呢 我取sample size 叫做N2 那这个N2呢 就是sample size的个数 这个N2可以跟N1一样 也可以跟N1不一样 那为了表示它是第二个族群来的样本 的个数 所以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N2 好 这边就有 从Y1一直到YN2 这样子的一个观测值 那这个样本呢 我们也一样可以算一个s平方 那同样的呢 它不断的重复去 归还取样 Y1一直到YN2 每一个样本都可以算s平方 把所有可能的样本全部取出来 每一个样本都可以算一个s平方 那因为它是从第二个族群来 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样本的s平方 下面都加了一个2 加了s2平方 第二个族群的这个样本 它的s平方 那你要注意呢 这里所谓的N2呢 是每一个样本的个数都是N2 这个是要维持一定 这个也是维持一定 好 那么这里又有另外一个族群 叫做s2平方的族群 所以现在就产生了两个族群 一个是第一个族群来的 所有可能的样本的s平方 叫se平方的族群 这里叫第二个族群来的样本 所有可能的样本的s平方 叫s2平方的族群 有两个s平方的族群在这里 然后接下来是什么 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 假若 if 这个是重要的 如果 我这两个母族群的variance 是相同的 如果这个条件成立的时候 这个if是很重要的 假若我这两个母族群的variance相同 也就是说 它们其实是共同的variance 就是variance 是一样的时候呢 那么怎么样 我把所有的这个s1平方 跟s2平方相除 就变成什么 我这边有两个族群 se平方有很多数字 s2平方有很多数字 对不对 我把任何一个se平方 除以s2平方 这样的一个数值 我令它叫做是f值 ok 可以吗 我这边有好多个se平方 好多个s2平方 那我是不是可以任何一个se平方 除以任何一个s2平方 每一个se平方 都可以除以一个s2平方 等等 所有各种不同的组合一起组起来 那么这里 所有可能的se平方 除以s2平方 都构成了一个族群 那这每一个数值 se平方除以s2平方 我们令它叫做是f 这样的一个数值 那么这样构成的一个族群呢 就会follow理论的f distribution f distribution 也就是说这些数值呢 f值呢 你把它画出来 把它整理出来 横轴是f的数值 纵轴是f的frequency的时候 然后它会follow理论的f distribution ok 那这个理论的f distribution 有degree of freedom 它的degree of freedom 是怎么样 一个是 这边有两个数值相除 对不对 所以degree of freedom 是什么 分子的degree of freedom 跟分母的degree of freedom 然后分开来 写在前面的是分子的 分子的degree of freedom 写在前面 分母的degree of freedom 下下 然后 所以它这个f distribution 的degree of freedom ε1 是指的什么 分子的degree of freedom 等于n1-1 然后ε2 就是分母的degree of freedom 是n2-1 那这个n1-1 其实就是se平方的这个 你求s平方的这个degree of freedom 是n1-1 原理 s2平方的degree of freedom 是多少 n2-1 所以呢 有这个degree of freedom 对f distribution 是有degree of freedom的 到的分子分母 而有所不同 这样可以吗 用得懂吗 所以 你假如再讲一次的话 是怎么样 我有两个族群 它各是normal distribution 平均值呢 是μ1 s1平方 这一个 第二个族群 平均值是μ2 variant s2平方 我从第一个族群 取seable size 等于n1的样本出来 每一个样本 我可以算一个s平方 然后就这个 因为第一个族群来的 叫s平方 所以我每一个都叫s1平方 把所有可能的样本取出来 所以有所有可能的样本 每一个样本 都有一个s1平方 这样构成一个s1平方的族群 很类似的呢 第二个族群呢 我们也这样做 只是取得sample size 叫n2 那么也得到了这样子 第二个族群的所有可能样本的s平方 这个叫s2平方 这个叫s2平方 那么假若这个条件成立的话 也就是说 两个族群的variant 是一样的时候呢 那我们把这所有可能的s1平方 相处起来 这样的一个比值呢 做成的分布 它就会出来一个是f的distribution 这样的一个分布 那它的degreal freedom呢 是分子的degreal freedom 是n1-1 就是s1平方的degreal freedom 分母的degreal freedom n2-1 那我们通常把分子的写在前面 分母的写在后面的degreal freedom 这样可以吗 好 那我们把它用文字把它写出来好了 然后你稍微看一下 等一下我就会开始问你 所以fdistribution有什么特质 好 所以这边呢 我们把它写出来 好 że 每个人都可能可能会 è 现在 剃往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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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